向中華人民共同火國 香港哲學習主義 在審訊中曾經披露的人證、物證 重組何志平和他出任秘書長的 中華能源基金會 如何透過一個聯合國大會前主席的關係 建立一個橫跨非洲、中東、中美洲和東歐的網絡 他的行為背後 又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有關係嗎? 這張也是當時宣誓的情況 何先生也說了 不論是否公職人員 我們都要講誠信 甚至我們每一位市民都要講誠信 謝廣泉在何志平出任局長時認識他 三年前他成立公職人員誠信關注組 第一時間就找何志平做名譽主席 何志平被裁定行賄罪成的事實 一點都沒有動搖謝廣泉對他的信任 我覺得何先生就不會做這些違法的事 但是公司的事我們都不清楚 當時的程度都不清楚 很難去用一個評價 他很想令到香港更美好 還有他很願意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還有他不要求有甚麼回報 Hello 很久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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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在北京的時候你有沒有去人 慶祝會 謝廣泉不是和金融界專業人士回內地交流 認識不少政商友好 他說何志平形象一向愛國 不過今次惹上官非 涉事敏感 政商界都不想高調表態 適合一向才會表示同情 你好… 很驚訝 因為當時突然間一個這麼好的人 一個專業的醫生 明白他有了 理他自己也有足夠 社會地位有很多人很尊重他 所以各方面他都有 但是他缺乏一件事 就是對那個所謂的政治環境 不是那麼敏感 除了何志平 案件重要主角 還有內地民企華信能源 和他旗下的中華能源基金會 基金會2010年在香港成立 定位是從事能源 和文化外交的非政府組織 何志平被捕後 記者去年年中 去過基金會在灣仔的辦公室 當時已經沒有人辦公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bridge connecting a China dream with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nto the world dream 何志平作為基金會的秘書長 過去幾年一直活躍 一切直至2017年底 他被美國政府逮捕 八項控罪指他 透過基金會身份 在2014年至2016年間 以290萬美元 即是約2300萬港元 賄賂非洲元首和高官 換取華信 在非洲國家開採石油等的利益 亨槍集記者去到美國審理案件的法院 翻查呈堂文件和證供 發現案情比最初披露的 天然更廣 控罪書入面 提到有一名中間人為何志平牽線 介紹非洲官員 可以說是整宗案件的源頭 這名神秘人的身份 直至審訊才曝光 原來就是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 蔡伊維亞前外長耶雷米奇 綜合多方資料 我們發現2012年11月 何志平和當時是聯帶主席的耶雷米奇 在基金會的活動上第一次見面 12月底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耶雷米奇 之後耶雷米奇應何志平邀請訪港 兩個月後 何志平在耶雷米奇推薦下 成為第一個 在聯合國信仰州活動發言的中國人 到2013年3月和4月初 華信在耶雷米奇陪同下 和他的好友 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行政總裁 達成開彩油田的合作共識 之後一天 石油公司行政總裁 陪同墨西哥總統出席海南博鴻論壇 和中國簽訂增加對華石油出口量協議 耶雷米奇也在何志平安排下 在論壇作開場致辭 同年6月 習近平到墨西哥國事訪問 華信亦在這個期間 回訪墨西哥石油公司 探討合作 根據何志平護照出入境記錄 他當時亦在墨西哥 There we are, in front of the courtroom It's been a long morning And the main witness in U.S. vs. Ho has been Vuk Yerimich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Vuk Yerimich As soon as he left being PGA Applied to be a Consultant For a Shanghai-based business company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Matthew 专门报道联合国新闻 何志平安事关重大 审讯期间 他每日都到场听审 作详尽报道 并曾经在电梯里面 采访过耶雷米奇 但他所证明的很难 他所说的 当时他在总统的总统 他工作为CFC China Energy 他拿了他们的钱 他跟他们电邀了 他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感到很惊讶 那些审讯者 全的焦点是在Patrick Coe 他们用了他的证明 来示出 如何Patrick Coe 成为了联系 但实际上 耶雷米奇做的 可能给民众更弱 我说 你怎么能工作 当你总统的总统 他说 我不是在这边 Matthew 世读在法庭上披露 何志平和耶雷米奇的 往来电邮 说不同意耶雷米奇 在回应传媒查询时所说 说自己没有犯罪 他们显示的 他们显示 那即使 Bukirimic 他的联系 他将会有联系 他在干扰 什么叫 Potash 我认为 Potasium 是一种 它是成分 用于CFC 现在我再读得更深刻, 他提醒Patrick Ho 他可以成为联会宣派的联会 上台上台与总统Gull的东西 和总统Zouma的东西 这就是他已经是工作了 去拉攏做交易等等 你看內地很多媒體 都公開說中國已經是一個大國 要扮演國際事務裡面更重要的角色 以及要跟美國爭奪 對國際事務的話語權 所以我覺得何志平案 本身不是純粹民間的行為 我相信更大的可能性 背後是軍方或者是所謂的國家行為 對於敏感不適合由官方處理的問題 是需要一個白手套去執行工作 他變成最大的好處是用這種手段 就是可以到出事的時候劃清界線 耶雷米奇在法庭盤問下透露 離任聯大主席後 以顧問和智庫身份 收取華信和基金會 最少230萬美元 一份塞爾維亞國會文件 顯示基金會在耶雷米奇一離任主席 就聘用他做策略顧問 透過塞爾維亞公司註冊處 我們又找到耶雷米奇原來在離任 聯大主席之後一天 就立刻成立智庫 這個智庫的顧問成員 包括涉及何之平安的污點證人 加迪奧 和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李偉 有關資料下一節再看 中國華信能源 塞爾維亞獨立媒體Antidot 在2017年初 何志平被逮捕前 已经调查揭发中华能源基金会 中国华信能源 和第六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耶雷米奇的关系 亨昌习记者联络到媒体总编辑Marco 并得到一份由当地先人提供的资料 详细记录了耶雷米奇成立的智库 所收售海外捐款的日期 金额和捐款人资料 为了核实资料的真确性 记者向资料上一间围于香港 曾经与塞尔维亚政府 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的公司求证 他们是否捐过钱给自负 想说内地和香港的商人在那里 先来吧 好 好 好 这间公司最后书面回复记者 确认曾经在2014和16年 捐款给自负作学术研究和出版刊物 强调捐款和公司在当地的项目 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根捐资料 华逊透过基金会 同关联公司国能集团 先后捐出近400万美元 给耶雷米奇的支付 连同他在法庭上承认收过的130多万美元顾问费 基金会和华逊给了近530万美元 即是超过4000万港元 我们尝试以电邮和电话联络华逊 都未能联络上 又去到两家华逊关联公司 在湾仔商下的同一登记地址 去到发现办公室连换牌都没有 你好, 早上, 我姓蔡家 我想找大元行有限公司 和国能香港是否在这里 没有 没有, 但是他们住在这里 那不清楚 办公室负责人之后跟我们说 没有办法联络到两家公司 我们只不借离子 他们运作都不是不经香港 我们只是帮他们收拾 我们帮他们转过去 至于上海那边都搬了办公室 其实他们上级的变动都比较大 何志平被捕后 华逊主席叶简明 随即被指涉经济犯罪 被内地政府拘捕调查 集团要出售资产清还欠债 但是, 位于香港会展广场的办公室 人虚留空 在同一箱下的基金会会指 也已经埋出 孟晚舟事件和何志平事件 最大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何志平到今天官方完全不认 中国是没有民间外交的 也没有民间任何政治活动 因为那个党国机器是全面控制的 所以中国的民间外交就是一种官方 装扮成民间去逃避政治责任的外交手段 当中美之间 由一个所谓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出现了新变化的时候 香港过去做的事 不代表我们做的事是不会出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所谓香港角色 我们自己要想清楚 亨昌习重组基金会 与耶雷米奇的关联 不难发现中国政府的身影 与倡议一带一路的主旋律 2013年9月初 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大概念》 同期耶雷米奇成立支付 中共中英委员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是顾问成员 两人之后多次回眠 2014年7月 耶雷米奇出团访问蒙古 同好友蒙古总统见面 根据何志平护照的记录 他在7月底和8月初也到访蒙古 根据Antidot提供的资料 中华能源基金会 在这段时间捐出100万美元给自付 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在这段时间受邀到蒙古国事访问 加强能源、矿产品和一带一路合作 同期 华信和何志平已经去到另一个 由耶雷米奇牵线 有份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和亚联邮国家石油公司相讨合作 2014-15年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多次和耶雷米奇智库合办推广一带一路的论坛 又会和基金会成立思路国际智库网囊 亦是在这段期间 华信关联公司再向自付捐出149万美元 2016年5月 李慧在耶雷米奇宣布参选联合国秘书长后 认他邀请和赛伊维亚总理会谈 一个月后 华信关联公司再捐出147万美元给自付 Matthew任联合国记者十几年 他自去年年初多次罪问现任联合国秘书长 会不会就何志平案件进行独立调查 一直徒劳无功 半年前Matthew被指不遵守采访规则 而被取消在联合国内采访的资格 但他说不会因此而放弃跟进这案件 虽然何志平案件只是被控行贿非洲官员 但控方在过程中周揭露何志平 亦涉及协作为伊朗购买稀有金属 甚至为利比亚、卡塔尔和南苏丹的军火交易 做中介人 整件事out of proportion 你表面去看 他是一个失败的交易者 行贿的数目也不是那么大 但为什么美国会这样展示出来呢 我相信美国已经开始围堵或者阻折 这些用基金会的名义 用民间智库的名义 去渗透美国智库和学术界 去制造一种亲中舆论的行为 是视为什么呢 视为一种敌对的行为 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何志平在去年12月 被陪审团裁定他 7项违反海外反腐败法 和洗黑钱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监禁65年 事件发生后 中国外交部回应 说不掌握具体情况 香港官场反映亦冷淡 何志平做局长事长 当时的前特首董建华 面对传媒查询时都没回应 董先生 何志平先生被定罪之后 有没有什么回应 谢拱全和何志平相识超过10年 对他的人格仍然信任 多次暗示何志平是 复杂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但又说不敢评价谁是谁非 他说何志平事件为自己带来阴影 日后做任何事都会很谨慎 做任何事都要有政治触觉很敏感 就算你做生意都好 都是要很小心 牵涉到尤其是很多所谓的开发中的国家 很多比如非洲、南美洲 其实他们有很多能源 大家都争取要去那边购买或者开采 那就会牵涉到很多利益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去少接触这类行业 这些行业太敏感了 但我相信何志平案是另一个警号 香港过分地位置自己在一国那边 他很快会丧失两制的形象 香港人可能我们只是觉得 灾落和, 何志平抵死, 你坐牢了 但如果你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格局里面 其实这个游戏我只能这么说 香港人其实玩不起